Hello Mr. Children 剛才那首歌都是我小時候 九十年代有幾隊日本樂隊我都很喜歡 以前就播過聖基摩 接下來這幾天我都會播 有幾隊我九十五隊 多時中學年代很喜歡聽 中學年代九十年代 聽幾隊日本樂隊 Mr. Children絕對是其中一隊 雖然她不是很癢 但她的歌曲你聽起來很舒服 亦都玩不同的風格 剛才那首如果大家留意她MV 都會講一下醉夢 人類的醉夢的情況 這一節的嘉賓就是在海外 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海外就訪問那位叫傅思蓮 他自己有一筆證 寫了五本書 打算寫七本書 就關於抑鬱症 一路就寫一些書 一路就自己 決治療 希望大家對抑鬱症 多些去了解 今天 接下來這兩節 訪問了一位 明天還有一節 就是英國的老師 她本身在香港教書 有不同的原因 甚至是被人攪拌 因為她的學校 人們覺得你多時 她很認真去教學 很認真關心學生 但這些就會被人說 你標其立義 你打份工就打份工 做老師 所以亦都受到不少 在香港的教學界 受到不少的針對 在這幾年移民去英國 這真是香港老師也移民 會和她在這幾節 這兩節先 聽說有一節 會講香港教學界 她所見所聞 裡面的黑暗事 裡面是那些醜事醜聞 包括她自己 很多的親身激勵 有很多被學童自殺問題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教局這麼多年 又做什麼呢 由於她在英國 我要靠自己的錄影 可能質素不算太好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大家現在 就看下訪問 英國的朋友 就說李子洋老師 李子洋老師 應該都是叫你做老師 或者叫老師 其實你以前 在香港是真的做老師 真的教書 我2000年就入教育學院 現在在大埔那間 香港教育學院 然後就在2003年的時候 就畢業了 畢業了之後 就過去那個叫做 我們去一間叫做 馬從新中學那裡實習 實習過後 發覺自己都挺適合教書 2005年的時間 就正式入職 就叫做CM 就是叫做Certificate Master 就去做教書先生 那間學校叫做 呂港開評商會 學校非常之好 後來我就轉了過去 那間叫做什麼名字呢 華富村補血小學 就教書了 一直教書 教到2023年 就在持有葉漢車小學那裡 就出了一些事 所以都沒有辦法拿給他走了 這樣 那原因 那現在就來了英國 是的 那就是來了英國 當時都不想太多 因為本身都挺危險的 這個情況 因為當時已經是拘捕了 說要抓我了 那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那其實那個學校 那間學校裡面 有個學生 那他本身就有一些 特殊教育需要 或者是 自閉症 那或者是 那些叫做過度匯約症 那這樣的情況 那 那當時 其實學校呢 是一定要填一份 叫做程度量表的 那程度量表 就是說呢 其實哪些人要填呢 所謂的持份者 持份者 就是包括什麼人呢 老師 班主任 尤其是班主任 中英素常老師 社工 家長都要填的 而那位學生的班主任 就拿著他份程度量表 就說 醫生都幫不了你了 就是當著全班面 我認識這位家長的本身 我也是住在那一區的 那家長跟我說 我也不是很相信的 如果你真的 如果真的這樣 其實也挺大件事的 因為你公開了他 一個叫做醫學的私隱 假設你有個小孩 你都不想他 大家都知道他是自閉症的 或者他也是過度匯約症的 那當時我就跟學家長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你說的是真的 我和你一起去警署吧 結果我們真的去了葵中警署 去了葵中警署之後 警署就不受理了 就說 你兒子有沒有受傷呢 老師有沒有打他呢 那我馬上跟警察說 不是啊 其實這些都算是心靈的虐待 我說心理虐待 其實本身都是一種虐疑 那你是不是都要處理呢 那當時警察就跟我說 你現在是他誰 你是不是想不到 我說 我告訴你事實給你 結果就知道 後來得罪人了 因為那位老師本身 家裡都是很多 很多從事公務員 或者他說是公務員 但是其實大家都心照 那後來那位家長就說 我兒子經常都爬槍 他家裡已經裝了鐵絲網了 他兒子有一些情緒的抑鬱症 長期都要經過那件事之後 你知道學校可以做很多事情 令他兒子很不舒服的 那結果呢 那個孩子就在家裡琴槍 那我聽完之後 我說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不會找一些傳媒幫忙呢 那他去了教育局那裡投訴 那教育局就說 我跟進一下 那給了一封信 他 在我的頻道都會看到那封信的 那就是有文件有成的 就說這個孩子 就是學校這樣做 就要調查 那但是很久 就有警察上門就找我了 就說 你公開了他的私隱 公開了那位老師的私隱 我說什麼私隱 我的名字遮了 就是你都要自己對號入座 我沒辦法 那結果去到這個位置 那個情況是這樣的 私隱專員公署呢 就把那個波 就拋回警察 那警察呢 又不想去理 那因為他知道不夠了解 那結果呢 警察就說 就先拘捕了 那其實拘捕我的過程也挺恐怖的 就是我要上你門 然後又說搜查令 那我不是給你搜 那什麼給你搜呢 那結果之後呢 就拘捕我回警署 那我就 就拘捕我外出 那他就告我 就是說 就是私隱條例 啊 起底罪啊 那我問回 我本身都有親戚做 就是檢察官 我有親戚做律師的 他說不對勁啊 你這件事 他說 不是一般的情況 他說 如果是私隱專員公署 可以處理到的 他就不會拋去警察那裏做 如果警察那裏做 如果警察我也是會做你的 他兩天之內 應該拘了你去裁判處 那我說 這樣的情況 正當我籌除之際 正當我懷疑之際 那家裏呢 就有人來淋紅油 半夜有人來拍門 那 那 受到電話騷擾 我經常都打電話來 就是告訴我 告訴我 你現在的兒子在哪裏 那 因為我兒子也在持有兒房子 小學那裏上學的 那 他告訴我 哎呀我現在跟著你兒子 你兒子在走斜路 是不是跟我供人 供人爺子 是不是印尼爺子 是不是叫什麼 那我聽到之後 我就覺得咦 不對勁了 那我就盡快 就是 所謂踢步 那最好笑就是 在我未踢步之前 那警察已經跟我說 你走得了 你這件事搞定的了 沒事的了 那就給了一張紙 我又很怡氣的 不用保釋了 就是你 你完了的了 這件案子 就是他純粹想搞一搞我 但是我覺得不對勁了 都是來了英國 穩陣一些 因為始終呢 我兒子在那裏小學那裏讀書 那我也不想他 始終禍不及妻兒 可能我自己多事 但是如果是我兒子 有什麼情況 我就很不想 這樣 那這個是我開這個頻道的原因 也是我為什麼 現在身處在英國的原因 當時說教育局說會跟進 最後其實他有沒有 就是 之後有沒有 回復 校本條例 學校教育局有一樣 叫做校本條例 校本條例的意思就是說 將權力下放回 給這家學校去處理 那學校自己查自己 那發覺呢 校長本身是一個 非常之懦弱的 我們叫 如果是旭文去講 這些人就是叫 鄉遠 得之賊也 就是說 他本身好像 哎呀 沒什麼所謂 哎呀不知道 是不分是非升雄造白 但是他當我跟校長說的時候 我有件這樣的事 我說你是不是都要跟進一下處理一下呢 那他說 這個 這個 這個不能動的 這個不可以的 這個人又 不能碰的 我說什麼 哪個人不能碰的 你說一個學生 他說總之我們有難處 李Sir 你不要搞那麼多 那跟我說 那教育局出了一封信 就說要調查 那結果這個家長呢 他都寫了一封信給特首的 就說我兒子現在每天都禽槍 那我不知道 因為他家裡都安裝了鐵士去看他 你去看他 那兒子就 現在升了中學 升了中學就沒事了 因為已經避開了這個 這個環境 他沒有了一個 針對著他的班主任 那 那學校 所謂校本條例呢 其實就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就是說譬如說 我是校長我查你 查你沒事 查無實居搞定 那麼就這樣處理了 這樣 嗯 那就是 這件事我聽到幾件事情 第一 如果你報警 好像他都想敷衍你 不是那麼處理這些事 第二就是 這些是關乎一個學生 甚至是 關乎學生的心情 甚至是他的生命 為什麼可以 學校也好 警方也好 甚至教局 都不是 就是用一個很認真的態度處理 以你教書這麼多年了 有沒有聽聞過 也有很多個案子 在這一方面 剛才聽到這個案子 幸好沒有養成很大的悲劇 但是說不定的 可能有其他的案子 真的因為教育局等等 有關部門 不處理 或者沒有認真處理 就真的會出事 這個的確是的 你說得對 我很喜歡你用一個悲劇 黑格爾的悲劇就是說 他的定義就是說 當一班所謂的一個機構 他們去執行一個制度 而另外一班人 他們是不會理會 另外一班人的安危 而這個衝突發生 就自然會有悲劇 比如說我教了這麼多年 我以前在 比如說 這麼多年 比如說 開明商會學校 沒有這些問題的 去到 就算說苦酸補血 都不覺得那些學生 經常都要跳樓 去到持有遙漢車小學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其實你說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因為我聽到你說 五黑劍的年代 不肯收信 大家都看過那段片 學生圍著 圍著他的車 他都不肯收信 這是一個消極對抗 然後去到楊玉雄的年代 就是說 我們推行一個叫做TSA 在持有遙漢車上 其實是增加了學生的壓力 是增加得很厲害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六年級這樣計 一個學生 他五年級最後那次考試 已經是懲分試了 那六年級他要面對些什麼呢 你想想他在九月 他要面對一個懲分試 跟著 好了 他要面對一個叫做TSA 跟著另外 還要面對一個叫做PS1AT 那這三個試 其實都是一個所謂的公開試 對於他來說 是很大的壓力的 你說 我教了這麼多年 我比較深刻印象 就是最後那一年 在持有遙漢車小學 那些學生 我記得有個女生 是我親手 是拉她下來很多次 因為她要爬 她已經爬了出去 你知道學校其實有一個課室的 課室外邊是一個冷氣的 就是那些千禧校舍 有一個冷氣的槽 那那個冷氣槽 在外邊就已經是街 她已經爬了一個人出去 那我當時的反應就是 即是立刻衝過去 縮住她的手 說你什麼事 喂 不好 那她就愛死 那她已經是一個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孩 而特殊教育需要 為什麼很多時候都會導致悲劇呢 就是那個融合教育做得不好 融合教育就是說 學校他收一個學生 譬如說有報告的 有一些叫做TS 那些叫什麼 我們叫心理EP 教育心理學家的報告 收了一些報告之後 學校有錢收的 學校可以收到另外一筆勃款 好了 當她收到這一筆勃款之後 他們有沒有用在她上面 用在學生身上 還是她真的不知道 拿來做什麼呢 這個都要我們深入去了解一下 究竟學校 他們收了一些錢 他們有沒有做到支援呢 還是繼續推行他們 自己 我們可以拿到很高薪金 然後不利學生死活呢 這個都是我比較關心的地方 剛才聽了其實都有兩件事 第一 除了制度的問題 本身不同學校的管理 其實那個學校管理的思維 態度 其實都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這個的確是的 因為譬如說 開平商務學校 那她收了錢之後 她就會開 當時我記得 我是教了新移民班 就是說她來到香港 要適應香港的環境 那我們做了一個課程 出來給她 尤其是英文科 我教英文科 要給她跟回 因為始終大陸 可能跟香港是相差了六年的 那個英文的程度 第二就是 真的帶她去香港周圍走走 譬如深水武區的 我們帶她周圍走走 帶她去迪士尼 那時候迪士尼開武路 應該是2005、2006年 好像是的 應該是2005年 2005至2006年 帶她去迪士尼 看看香港 和她調適她自己的 學習上的差異 和社交上的需要 但是譬如說 有些學校 她收了錢之後 她就會將那些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孩 做一個叫IRTP 就是說集中一班 然後找一些 她們不喜歡的老師 譬如我這些 她覺得是搞事的 那就去教 但是呢 她們又不能夠理解到 其實當融合教育發生的時候 究竟 你是將這一班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擺在一起 然後找一個你不喜歡的人去教她 或者你去想一些方法 去將它融合一個整體的 我們說一個 主流的教育 這樣 其實這個也是 就是 和你所說 其實那個學校 它本身怎樣處理 它有沒有尊重學生的 那個健康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想問一下 香港是不是有一個 應該 正常有一個制度 如果你組了一群 就是一班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其實她要找一個教師 去照顧她 去教這班學生 但是教師應該都有相關的培訓 而不是隨便說 這個老師 我就叫她過去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有些 是這樣的 老師其實她會有最基本 就是她們不斷追求的 就是說要120個小時 我們叫做 vermetic course 我已經上了 我是vermetic and visually impaired 就是說 我連橫字都懂得看的 就是特字我都懂得看的 那麼 很多老師 她認為這些不是游泳位 什麼叫游泳位呢 就是說 你做這些都升不到主任的 你讀這麼多這些 這樣的特殊教育課程 你就教多些特殊教育需要的 但是其實現在你又說得對 因為她 你既然有這麼多這樣的需要 那你就要培訓一些老師 去教這些學生 但是老師本身很多 都視一個不是一個游泳位 很多老師他們會做些什麼呢 我做科主任 科主任升職 我們APSM做ESM 人工由七萬元 變成八萬元這個月 那麼他們會認為這些是 適合他們自己的利益的 那麼所謂特殊教育需要 在他們眼中 並不是一個游泳位 但是事實上 政府是扔了很多資源下去 究竟有沒有落到學生身上 或者究竟有沒有學生 他怎樣可以在那裡得著 都是很質疑的 這件事 就是錢就扔了 資源就扔了 是不是用得其所呢 我們時候說老師 要傳導授業的解惑 沒錯 非常好 十幾年前說 開始有教改 比如說要做很多行政事 開好一個會 填好一個表 甚至說要去拉客 就是負責去招生 其實 這個真可憐 是否真的令到老師都很難可以專心去教學生 或者我想快些精力 比如有些學生有特別的需要 或者家裡可能有些狀況 我應該要了解一下 都沒有這個時間可以去做 我會這樣看的 我自己上班的時間 就是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有兩部電話 一部電話是我自己 一部電話就是另一個號碼 就跟家長聯絡 我自己都會住在 就是我買的那層樓都在葵中區的 就是在那間學校附近 目標就是 我自己就是 學了英文說 你自己 叫做 又不有二合人之友 我將來都相信自己的兒子 可以在這間學校讀得很好 但是發覺不是的 老師呢 譬如說我進入了科學室 這樣算 一日到去 其實我只有一個進度要追 我們有一個行程要追 也要追TSA 因為其實TSA 它的成績 在我的學校 持有二合學生 是極低的 英文科 是低過它的常務 大概四成這樣 學校就會覺得 哎呀 我們低過四成 我們要怎麼做呢 它最集中想提升的就是 去到40分又未到50分 那一堆 如果由40分拉到50分 那我們就整體有提升了 也都關乎他們的繁滿 因為如果TSA成績長期都是這麼低 教育局 我們分區辦事處 去派學生的時間 也都會看這個數據 每次都不達標 那我們就派少些學生給你了 這個都影響到教師的飯碗 你看看譬如我做華府村寶 我這樣算 它一收得 整體好像只剩下十班還是八班 那老師的人工 校長的人工 其實就是一個主任的人工 那所以班數呢 其實影響到老師的人工 最主要是老師的人工 那所以老師是看這個人工做人 你問我 照顧學生的需要 其實這個方面呢 是一個麻煩來的 所謂麻煩就是 如果我去照顧學生需要 而隔壁的人不照顧 那我就是一條麻煩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會覺得 喂 你為什麼給家長電話給家長 你給家長 他有什麼事找 就找到你了 你有什麼事找到你 他找不到我 我不是很麻煩嗎 我說不是啊 其實如果他有什麼事 就找到我的時間 可能他打電話來 純粹是開心 講一下中心事快樂也好 有時候他問一下 究竟軍人屋要不要改正 究竟那些做幾頁 他忘記了社交學生 那有個聯絡的方法 自然是好 那另外就是說 很多 你說起來 是不是真的很難專注去教學呢 其實我兩者看的 就是老師 比如說他本來入到課室 他是 in charge of the class 他已經可以教書的了 但是在進度的之下 你怎麼可以保持到 那個進度又進行 而你又可以去照顧到 他的特別需要呢 那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靠老師 特別教學的付出 就是說 譬如說放學的時間 你留下做一些改正先 做一些墨書 和你溫定墨書 那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那 不過又有很量體的 我真的講講個笑話給你聽 我記得有個小孩 就是我叫他出來做Present 六年級 那他出來做Present 他又爆了四個字出來 因為他還沒準備 就是爆了一個粗口字 那我留下他 我冷靜一點 就是留下 你聊一下為什麼你會這樣 然後他告訴我 我還沒準備好 那你還沒準備好 那你還沒準備好 就說還沒準備好 我不用吵架 然後我打電話 跟他媽媽說 那他媽媽說 他不聽你說 因為你當日不理他 就是老師 其實在香港 你說我在香港教書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雖然我 通常都是被人放在一些很不利的位置 就是要照顧一些可能智障的 或者是不懂智 完全真的是 或者自閉症 很多故事講 我遲些開台跟你講 就是很多 你看回我的頻道 很多故事講 自閉症 那些不是一些游水位 但是我想起跟他們開生日會 就是 跟他們一起去旅行 去旅行也是有話說 去旅行 那就是有些 學生就會有很大的期望去玩 我記得我每次都會走六次家樂徑 你知道小孩子的精力是無限的 那就跟他們走家樂徑 那同一時間 就隔離 隔離的老師 就在抓那些所謂壞的學生 就在抓他們背墨書 在那裡拿給TSA券給他們操 那我就開聲 我說不要 你這樣 人家都在旅行 你還要從來操TSA 有沒有搞錯 那當然又被那些女士圍著我 在那裡 連老的 又未婚的女教師 就認為我很有問題 那 那跟著呢 我在那裡 就是我被她說的時候 那我真的 來流去送 都很不舒服的 但是我就 想想想想 想一首歌出來 我說 樂音裡 草波上 讓我TSA操兩卷 接著那幾個主婦已經 已經擱著我 接著 MC song Long Quack 卷 還要抓出什麼不救睡眠 接著那些人 那些主婦已經擱著我了 她看到她唱得很開心 接著 陰裂寒風裡 英文慢慢船 接著我指著 沒有人性 沒你一日 生性 但是 老師有時候 抒發一些壓力 很多時候是看你的 心態 你去到 你覺得那個女生很頑皮 接著你給她 然後你就覺得我補償他了 他現在被我抓在罰 還是帶他去逛逛交學境 我走五次走到那個小孩都吐了 我已經是根皮力進擊回來 大家都很開心 相安無事 這個我們叫做 醉翁亭記 有沒有想過 就是環徐佳山 我們到處逛逛 其實逛鬆了一個人就沒事了 你何必要罰他呢 是不是 就是他們很多 因為他們像你所說 究竟那個老師有沒有受過特殊教的訓練 那三十個小時是不是足夠 我說八二個小時 就是我做八二個小時 我是第一個 舉手說 就是沒有人肯去訓練 我第一個舉手 去了深光盲人學校那裡 那就學特智 就是每一個 它有三個情況 第一個叫basic 三十個小時 網上就可以了 第二個情況就是advance 那你就要學autism 就是自閉症 ADHD那裡會約 ADHD也有故事講的 我自己特別留意到的就是視障和聽障 因為其實視障和聽障是很可憐的 你看看我的頻道 講過那個故事 聽障的那個男生 ADHD有個故事 都是最近上年發生的 有個女生 今天就很可憐的 你找到認識誰 都帥得我 雖然是有什麼 但是你就可以了 我自己選到的 我不是說 過分 她 reveal 我 就